然后呢 我们先来补充一下 刚才在给大家去演示的时候 我们演示的是 我说尽量少用加号 然后给大家举了一个extend的样子 但是刚才之前测的时候 发现加号跟extend是不是相同的 就这样子 实际上我们是使错的 我正常要给大家演示的 应该是list等于list加列表 然后刚才在给大家写的时候 写的是什么样的 list加等于这个东西吧 加等于实际上在pathon当中 不完全是做成等号加了 它有优化 那加等于的意思上 是对右边的这个元素 在本身list表对象上面进行操作吧 而等号两个对象去加的话 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它会有一个新的东西来 把两个揉合到一起 再放到list的中 然后所以你这时候在想 加等于就跟extend相当于差不多了 所以看到数量级是一样的 当我们给它换了 换成什么样呢 给它换成两个对象去加的 这样一个操作之后 看一下 我刚才在刻下的时候让它跑 你这时候看一下加变成多少了 218秒了吧 对吧 你再看extend是1.6秒吧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 尽量少用加号 这加号代表的是直接对两个列表进行加操作啊 不是加等于 你这样的加操作的话 效率是很低的 这时候是不是看出来了 218秒吧 这刚才要给大家补充的 然后 现在呢 关于算法 大家所要知道的基本知识就都有了 算法是什么 算法怎么衡量 时间复杂度是什么 大欧表示法是什么 然后几个常见的时间复杂度 大家就要知道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要开始引入数据结构了 那么怎么是数据结构呢 这么一想 推文啊 这么一想的话 数据结构的话 是不是跟数据打交道的呀 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算法呢 一直跟大家说的算法 是不是一种思想 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啊 对吧 那也就是说算法 实际上它关注的是在你解决问题的步骤 跟思想上面 没有去看你这个思路到底是处理什么东西吧 对吧 想一下 我们给大家去引这个算法的时候 供点关注的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步骤 没有关心它处理的是什么样的数据吧 没有关心它这ABC到底是整形 还是说字典类型 还是说有一个集合 没有放在这儿 而是关注在到底怎么解决这问题上面 那数据结构呢 数据结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堆数据怎么把它组成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要引入这样的一个 引入这样的一个需求 什么需求呢 现在说是我们要用python python语言来保存一个班级里面的学生信息 我们现在要来保存一个班级里面的学生信息 现在学生信息的话给出几个几支的这个信息 就比如说学生会有名字 学生会有年龄 学生会有家乡 好 那现在的话作为一个班级的话 是不是有一堆学生呀 每个学生都会有三个这样的属性 问你这时候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这一个班级里面的学生信息全部存起来呢 想一下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几种解决方案了 一说它是一整个班级 也就是说它会是一个集合吧 对吧 既然是一个集合 我们在python当中学会了几种集合类型 有那个列表 圆组 字典 对吧 还有一个set也是集合吧 好 那假如说我们就现在用两个最基本的 一个是列表 一个是字典 如果说用列表来存的话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如果说用列表来存的话 那紧接着你再想 列表当中应该存的是所有学生的信息 那所有学生的信息我们又怎么来存呢 可以用字典吧 如果不用字典 我可以采用别的方式吗 可以吗 我可不可以用圆组啊 圆组的第一个元素代表的是 内法 张三 第二个元素代表的是年龄 二十四 然后后面代表的家乡吧 比如说北京 我是不是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去存储一个班的学生 对吧 然后 我们再想 是不是还可以用列表的方式里面去存储字典呢 字典的话 这时候也就是说 名字我就要起一个件 然后名字是张三 紧接着年龄 年龄是谁 二十四 二十三 然后还有一个 home time 比如说北京 我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去存 好 那如果说对于这个集合类型来说 我不采用列表 采用谁呢 我采用字典方式去存一个班级里面的学生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想一下 我一定非得去拿列表去存吗 我拿字典来存 存不行 字典本身是不是一个集合 是集合的话 他里面存的就应该是箭直队吧 那既然是箭直队好了 那我把谁来作为箭呢 比如说我把学生的姓名当作箭头 可以 后面跟上他的信息 可以吧 我里面说可以再嵌靠一个字典呢 对吧 好 你的年龄是谁 年龄是多少 比如说是二十四 那家乡是谁 home 重名会有别的解决方案 看一下 我这样方式是不是可以啊 那你紧接着先想 我们先不考虑重名的问题啊 现在先想 假设说一个班级里面的学生没有重名 那我现在如果是采用列表方式的话 去查找一个班级里面的学生 查找谁 比如说就查找张三 那我这时候怎么去查 是不是得便利啊 去从也就相当于我需要使用 然后去去找这个学生集合吧 一个一个去判断 判断一下学生的第零个元素 他是不是等于张三 对吧 对吧 那采用这样的方式 那你想这时候的话 我为了找到张三学生的信息 他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是N吧 最坏情况下 我是不是整个变得一变的 列表有多少个元素是N 那我是不是就要从头变利到尾 也就是说最坏应该是ON吧 那好了 如果说我现在不使用列表的方式 使用字典的方式呢 我需要找到张三学生的信息 那你想这时候的操作 是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是O1吧 我要找张三直接通过字典里面的张三 是不是就直接定位出来了 对吧 那这时候也就意思是说 我们在处理数据的时候 你数据的组织方式 用什么类型来保存 那也就跟你最终再去做查找 做处理的时候算法 就跟他相关系了吧 对吧 数据保存的类型不一样 你最终再去找 又比如说找学生信息的时候 他的算法就是不一样的吧 对吧 也就是说真正的 我们再去做程序开发的时候 你的数据跟你的算法之间 是不是分不开的呀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就引入了 对于这样的数据的组织方式 我们就把它叫做数据结构 对于一组数据 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组织呢 是以列表的伤势 堆到一起 还是以字典的方式 放到建制队当中 这样的组织不行 就是这样的组织方式不同 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数据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把这样的概念 叫做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解决的 就是一组数据如何保存 它的保存形式是什么样的 这是数据结构要解决的问题 这时候数据结构概念 数据结构概念有了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数据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那将它进行分类之后呢 计算机当中 程序语言当中 能够处理的基本类型 实际上就那么几种 比如说你的整形 浮点形 字符类型 或者说往上衍生一步 你的字符串类型 只有这个才能对应到计算机当中的一个个的基本的存储单元 然后紧接着的话 你这个基本类型存的也只是存一个数据而已 这时候当你有一堆数据的话 也就是说有一个一组数据的话 那这一组数据里面的每一个数据实际上都应该是基本元素所组成的 那当把这些基本元素放到一起之后 我如何把它组织到一起 这就是数据结构的概念了 那你想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列表和字典 先不看我们现在去使用的这样东西啊 往下往下面来说 你的列表跟你的字典 它是不是已经是对基本数据存储的一种组织形式了 列表当中能去存整形 能去存字符串类型 也能存浮点类型吧 它已经是基本类型的一种组合了 所以说Python当中的字典也好 列表也好 原组也好 你那个set也好 它已经是Python封装的一种高级的数据结构了 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基本数据类型了 数据结构就是对基本数据类型的一次封装 把它怎么组到一起 那知道了这样的概念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算法跟数据结构之间它的区别 这一点我们刚才是不是跟大家说了 算法是关注的你去解决问题的思路 而数据结构关注的是你这个解决思路 所要处理的问所要处理的这个数据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 对吧 那现在提出一个经典的概念 也就是说程序到底是什么呀 咱们写的程序实际上就是算法加数据结构 现在能解决了吧 对吧 我们想写的程序就是数据结构加算法 好 那紧接着 有了数据结构的概念了 那紧接着我们要再往上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什么概念呢 叫做抽象数据类型 这个抽象数据类型是什么意思的 指的就是说 把我原有的基本数据 跟这个数据所支持的操作放到一起 形成一个整体 这就是抽象数据类型 它是不是有一种面向对象的感觉 对吧 好 同样的看一下 看一下 对于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案例 还是一个班的学生组织情况 这时候学生组织情况的话 你想了 我们把它放到列表当中了 对吧 如果采用列表方式去做的话 那你这时候 对于这样的一个数据类型 它所支持的操作有什么呀 比如说我现在构建了一个类 这个类呢 代表的是一个班级的所有学生 是这样的一个集合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组织 一个班级所有学生的信息 给它构建了一个类 这个类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新的数据类型啊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数据结构 那好了 它里面会保存的数据 那对于这一个student的一个学生集合 它会支持哪些操作呢 是不是有相当于的增参改查呀 比如说 以新兼新加入一个学生 对吧 然后有一个学生 比如说有学生退学了 然后呢 学生排下队 然后呢 学生信息更改 modify 对吧 也就是说 当你构建好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那墩 就是你在去使用的时候 跟这个数据结构相关的 你要让它支持哪些操作 你到底有哪些应用场合 是不是对应了具体的一些方法呀 对吧 当我们把这个数据结构 跟它所支持的方法放到一起的时候 那么我就给它产生了一个概念 叫做抽象数据类型 抽象数据类型的意思就是说 你先规定这个数据到底怎么样保存 然后数据保存好了之后 你看一下 你这个数据结构到底支持哪些操作 你也给它定理出来 但是这些操作到底怎么实现 不去管 只是先把它定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接口 定理出来就可以 规定出来 就相当于我别人在据实设计的话 他现在是不是只能使用这四个方法了 这是我给他规定好的吧 具体怎么实现的 不用去管 也就是说 数据组织方式跟这告诉你 有这个四方 四个方法绑定到一起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叫做数据抽象数据类型 也就是ADT的概念 大家之后再看什么是ADT呢 就是抽象数据类型 再去定理数据结构的时候 把它本身跟所支持的操作放到一起 这样的概念就是ADT 就这样的概念是ADT的概念是ADT的 就这样的概念是ADT的概念是ADT的